诗篇第八十一篇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尖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民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亚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 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 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 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 给他们吃 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保足 诗篇 第八十二篇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 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选恶人的情面 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愿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 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 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 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诗篇 第八十三篇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喧壤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 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 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解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 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 以东人和以什玛利人 摩亚和夏甲人 加巴勒 亚门和亚玛利 非利士 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 如带米殿 如在基顺河 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他们在引多尔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 向额利和西伊伯 叫他们的王子 都向西巴和撒木拿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叫他们 向旋风的尘土 向风前的碎街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林 求你也照样 用狂风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 耶和华的名 愿他们永远羞愧金黄 愿他们惭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诗篇 第八十四篇 万君之耶和华呀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报处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符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 立上加厉 各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 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与住一日 圣寺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呀 以靠你的人 便为有福 诗篇 第八十五篇 耶和华呀 你已经向你的地 施恩 救回贝鲁的雅各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 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脑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将你的怒气 沿流到万代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呀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 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他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 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 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 诗篇 第八十六篇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而应允我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因我是虔诚人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祝啊 求你怜悯我 因我终日求告你 祝啊 求你是仆人心里欢喜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祝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华呀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 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呀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 免入极深的阴间 神啊 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档强横的人 寻锁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主啊 你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转脸 连续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 救你婢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 看见便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 安慰我 诗篇 第八十七篇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 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 乃指着你说的 我要提起拉哈勒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啊 菲利士和推罗 并古时人 各个生在那里 论到西安 必说 这一个 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 必亲自 建立这城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 生在那里 歌唱的 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诗篇 第八十八篇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 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 好像被杀的人 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 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 重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 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 耶和华呀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你岂要行歧视 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 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 述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 述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骑士 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 岂能在旺季之地被知道吗 耶和华呀 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 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呀 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掩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我受你的惊恐 甚至慌张 你的烈怒 漫过我身 你的惊吓 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 环绕我 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梁棚 密友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 进入黑暗里 诗篇 第八十九篇 我要歌唱 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 将你的信实 传于万代 因我曾说 你的慈悲 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 必建立在天上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 大卫起了誓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耶和华呀 诸天要称赞你的骑士 在圣者的会中 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 谁能比耶和华呢 神的重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思维的 更可畏惧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 向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 是在你的思维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博 似乎是以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绑币 打散了你的仇敌 天属你 地也属你 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 都为你所建立 南北为你所创造 他博和黑门 都因你的名欢呼 你有大能的绑币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举 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呀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 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 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 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 必被高举 我们的盾牌 属耶和华 我们的王 属以色列的圣者 当时 你在异象中 小御你的圣民 说 我已把救助之力 夹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我高举那 从民中所拣选的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 用我的圣高告他 我的手必使他坚立 我的绑臂也必坚固他 仇敌必不勒索他 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 我要在他面前 打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恨他的人 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 要与他同在 因我的名 他的脚必被高举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 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 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神 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 必要坚定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 存到永远 使他的宝座 如天之酒 倘若他的子孙 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力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要用杖 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 责罚他们的罪孽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收回 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 启示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 如日之恒一般 犹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但你恼怒你的受高者 就丢掉弃绝他 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月 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 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 使他的宝杖变为荒场 反过路的人都抢夺他 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 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 你叫他的刀剑卷刃 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光辉止息 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 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 又使他蒙羞 耶和华呀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 你的愤怒如火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想念 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 你创造世人 要是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 谁能长活免死 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 主啊 你从前凭你的信实 想大为立誓 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 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 存在我怀里 耶和华呀 你的仇敌用着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者的矫宗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诗篇 第九十篇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处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羹 你叫它们如水冲去 它们如睡一觉 早晨 它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 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呀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 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 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 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 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愿你坚立